趁著雙十一買刀具 知名廚師勾足一塞 本來想買一把砍骨刀 結果買到這一把 真的好龍功 品質還不如水果刀 那寄來的刀子是 好像小西瓜刀一樣 這麼小 那一把 然後寄來又不利 真的說他整個氣死掉了 實際收到刀具 只有水果刀大小 當初花了一千三百五十元 勾足一塞看中的是 網路上廣告的這一把 手起刀落肉塊帶骨 直接分離 豬大骨也通通難不倒 只是仔細看 原本廣告上刀身刁紋龍頭 镂空設計通通不見了 厚實刀刃也變得輕薄 手柄部分本來也應該要是 實目的 實在差很大 結果呢 等了好幾天 還是等不到 然後我還要回 還是有回應給他 然後啊 那對不起我們再過兩天 我們就寄給你 你會收到刀刀的 但是到現在還是無影無蹤 後來向賣家反映 對方還解釋 倉庫出貨人員核對時 因為訂單太多 搞錯了 表示商品不會收回 強調會再重新寄貨 卻遲遲沒有下文 實際詢問賣家 也沒有給回應 原本要買威風砍骨刀 大展廚藍 這回網購遭詐騙 慘當冤大頭 只能乖乖認栽 3新聞高官學校方名 新北採訪報導